大家好,在冰天雪地的西林孤乐跟大家见面了 冰天雪地这个倒是有点夸张了 但是你认为这就是冬天的样子吗? 不不不不,冬天才刚刚开始 雪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大的 好啦,说正题 因为啊,近期有人怀疑我们乌中期牛羊的抗寒能力 所以这个我得站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牛羊呢,我们是养了多年 也是见过零下三十五六度的气温的 加上牛羊是自带皮毛一体 并非像我们人们一样只是穿在身上的 它们是天生自带的 每个地区养的生序呢 都会适合当地的气候特征 夏天天热,牛羊吃得多,出汗多,毛就有脱落期 实在不能自己脱落的,我们就会给羊羊们耗下来 等到冬天的时候又会长长 而且皮毛比其他品种的长而厚,有这种特征 牛皮就公不用说啦 所以啊,在一般冷的天气,你冷,它们都不会冷的 看看啊,这个棚圈是时间,就是有这个上面的,这叫什么,脊梁 有十个,那就是时间的大的暖棚 因为牛嘛,它站的可能地方比较大 而且呢,互相之间可能会顶 所以要给它们准备的更大的这样的地方 冬天过冬 再看看我们这个储备上的草 这样五百斤的草,我们在每个暖棚旁边都准备了 像这样的储草棚呢,我们有四个 我们在五处有差不多量的这样的草,都备上了 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天 当然啦,我们不能光凭借着它们自身的抗寒能力 就在大冬天,不照顾它们的 而牛羊住的地方,比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还要大 还要花大价钱去改建的 如果想要度过漫长的冬天 光靠住行是不行的,还得靠吃 所以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干粮 每一家储备的牧草,根据它们家的畜牧投数所决定 也跟当年的天气有关 眼看就要迎来寒冷的冬天的话 那就得多做准备,有备无患嘛 但几乎很多人家花在冬储牧草的钱都不下几十万哦 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牧民都是百万富豪 院里都是行走的人民币 但只有我们知道,它们是吞钱的机器呀 它们不仅仅吃的是草,还吃的是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